Tax free 10% 還有 5% 的優惠 這三台是門賣的最好 還有打折 22 萬 就買這個 買這個 然後買這個 大家好 我是馬之一 那我今天呢來到了大阪難波 相信大家來到大阪玩呢 一定會在這裡停留非常多天 因為這個附近實在是太好買 等一下我就會帶大家在這個附近走走逛逛 但是我們第一間要先逛的店呢 就是在我背後這個 比卡美拉 難波店 在大阪有很多賣電器的店 但是我首選推薦的就是這一家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交通位置非常的方便 在我後面那裡就是千日前 我通常都是從那邊逛過來 然後再走到這個比卡美拉 這裡有兩個地鐵可以到達 一個就是我剛說後面的難波車站 另外一個就是地鐵日本橋 所以在日本疫情的期間 像唐吉克達很多這種大型量販店 它裡面的商品的橙色呢 在日本旅遊開放之後呢 就變得非常多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稍微去看一下 它裡面有沒有賣一些新東西 以及樓層有怎麼樣的變化 這裡的話就是他們的正門 而最主要販賣的就是一樓到七樓 有賣電器啊 或者賣一些日用品啊 日本的藥妝 就還有Tax Free 10% 如果有另外折控的話 還有五花的優惠 這邊還有免費租借這種翻譯機 就是在店內使用 譬如說有些人來不是聽不懂日文嗎 他就可以在這邊接租借這種翻譯機 然後跟店員對話 但是比卡美拉裡面基本上 他都會有會說英文又會說中文 可以注意他們的那個名牌 有些會說中文的人 他可能那個姓氏就是中文的姓氏 旁邊這裡還有賣這種 五日券啊 奈良京都可以遊玩的這種 乘車券 可以逛的大概是七層樓 那八樓有個比卡美拉 奧倫人 我剛才有問他們的付店長 好像是不同的店鋪 那我們先去二樓看一下 二樓主要是賣一些電視 哇這二樓是賣了好多好多的電視了 那日本的一些電視的品牌 還有些真的可以選擇的蠻多的 那這Sony的電視我就覺得非常的不錯 雖然電視他的體積比較大一點 很難很難帶回國 不過我覺得還是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因為到國外的一些這種電子量販店 最主要就是參考比價 你就可以知道說 如果萬一你在台灣買的話 你是不是一樣的價錢 或是比較貴一點 你買的那個CP值會比較好 每次我在選電視啊 真的其實也看不出來 因為他的那個影片有時候他會放很高清 你看像這邊這麼多 這是55吋的電視 他每一個色澤顏色都不太一樣 而且他們價格有時候落差是很大的 譬如說一台 像是這個是二十幾萬或是三十幾萬 然後也有十幾萬 就是55吋同樣的 我這裡還有一個區域是有販賣一些日本的 像是一些小零食 這個專櫃我好像之前沒有來看過 還有這種一欄拉麵 我好想買一個回去吃 來日本的話不是買什麼拉麵啊 或者是藥妝品最多 整個那個行李箱都塞滿了拉麵 我覺得大家來日本呢 這個糖果可以稍微買一下 譬如說是軟糖啊 或者是猴糖 或像這種北海道牛乳的這種糖果呢 買回去也可以給小孩子吃或是送的 買伴手禮呢要有一個訣竅 什麼訣竅呢 就是你要到一個店呢 它裡面是有匯集很多很多當地 或者是各地的版本 因為日本同樣的一個糖果 或者是餅乾呢 它有各地不同限定的版本 像是這個品牌啊 你看它就有東京產 還有九州產 還有京都 還有廣島 就各地的地方 所以通常呢 有些人可能會去機場啊 或者是像新幹線那邊就是大集 販賣一些伴手禮匯聚的地方 就選擇上會變得比較方便一點 現在走到二樓這個地方 也有賣很多日本的音響 不只是日本啊 還有很多各國品牌啊 通常在日本 因為他們的房間本來就不大嘛 所以就放這種音響 在播放的時候 那個效果就非常的好啊 像這個就很受歡迎 它的音質呢不只不錯 因為它的設計非常的漂亮 所以不只男色 像女生的話 他也很喜歡這種設計的造型 看一下價格多少 這個是五萬九千多 然後九萬九千多 而且他也很18的退稅耶 哇 看來我都想買一台了 這個耳機也蠻酷的 之前不是有出那種古傳導嗎 就是掛在耳朵 但是他其實沒有直接放進你的那個耳朵裡面 就可以聽到 那這個是掛在肩頸上 我們現在來到了三樓 三樓的話 最主要就是賣相機 還有一些鏡頭啊 跟化妝品 譬如說是攝影類的 大部分都是在這一層 這也是我最喜歡逛的一層 日本他相機種類啊 就是非常的多 當然大家要不要在日本買 這個可以自己稍微看 做一下功課 因為還有一些保固跟售價的問題 相機就是我工作的專業 真的每一次來到這種日本的亮飯店呢 這一層都會逛非常的久啊 像我在拍攝的時候啊 單眼相機呢 我通常都是拿這一款 A7C 但因為他現在有出第二代嘛 我是拿一代的 他的一代好像當時買的是20幾萬嘛 那這一台他的優點就是 他作為一個拍Vlog啊 或者是攝影師在拿的時候 他非常的輕便 因為他加這個鏡頭 好像只有500克左右 所以你在拿起來拍的時候呢 就是可以隨手 我覺得相機的重要真的是超級重要 你的畫質啊 或是他的那個體感度呢 我自己會以重量為優先 但是如果你加一個手柄啊 或是你又換上一個中焦鏡頭的話 他就變得接近快要1公斤了 所以之前啊 我在外面拍的時候呢 我就拿這個相機這樣子自拍的時候 就會感覺有點重 然後之後呢 這產相機就越來越少帶出門 還有這種望遠鏡 這是可以看到星星觀測 這裡有賣很多的麥克風 我通常都是用這個Roder的 是比這個還要再大一點 他通常都是接那種單眼相機會比較多 不過現在的話 我就是比較常用無線麥克風 因為像這種 他是指向性的麥克風 他比較適合說 你在一個環境下呢 然後要對不同的人做收音的時候 像這種麥克風就比較適合 GoPro也是我剛開始在拍影片的時候 很常用的一個運動相機 因為他就是非常的方便 然後譬如說你加上一個腳架呢 隨時就可以拿來拍攝 他的優點就是說 他按下去呢 馬上就可以拍 他沒有像DJI Pockets 還有那種三軸 所以他拍起來是非常這種實境的感覺 在拍前面啊 拍後面啊 都可以讓觀眾有那種真實生利其境的樣貌 但是GoPro有一個就是 我不常用他的原因 就是他很容易過熱 電池呢 很快就是耗損煤電 所以通常買GoPro身上都可能放三顆電池 出去拍的時候 可能就很快就拍完了 我們現在就來到大江 DJI這一區了 這個不是為他們這個品牌做業配 就單純分享我拍Youtuber的一些攝影的經驗 這個 DJI 他的運動相機呢 我之前是用Pockets 2嘛 常看我的影片應該知道那個畫質還有穩定感 他拍攝起來真的不錯啊 而且他現在升級到三代嘛 就是這一台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一台 打開的話他會有一個三軸穩定器就是變成這樣子 所以你在拍任何畫面的時候呢 都非常的穩 包括你要自拍啊 或者是你要做一些運鏡的時候呢 我都會用 DJI 會比較多一點 而且他的三代升級呢 真的非常有感 如果用過二代就知道他有一個致命傷 就是電很容易不夠 然後他跟GoPro最大不一樣就是 他不可以更換電池 完全是要用充電的方式 但是他三代呢就改善了這個痛點了 他有增加下面的一個這個花瓶 這個其實就是電池 所以他對於兩個電池呢 可以這樣子使用 在續航的能力上呢 就是大大的升級耶 還有他這個翻轉的螢幕 他也是變得非常的大 就你在自拍的時候 你可以很直接的了解自己的狀況是怎麼樣 他有賣好多好多的藥狀 他完全已經是一個百貨公司了 裡面應有盡有 日本這個藥真的是好多好多種類 就喉嚨痛啊 頭痛啊 感冒啊 發燒 流鼻水啊 或是怎麼樣的 各種各種的藥都有 我通常感冒的話 好像也是都是來這裡藥妝店買一買 然後吃一吃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這些藥有些人會因為代購買很多東西 很多回去轉賣 所以有些東西呢 他是特定譬如說一個人只能買一個人 就大家來的話還是說自己需要多少就買多少 買藥妝呢 最常買的就是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這個Ship Ship 就是像這種沙龍帕斯 台灣的話好像就只有沙龍帕斯 有其他的可以貼嘛 那日本是各個這種感覺這種品牌都有 或是像這種藥膏的 這種藥水的我也有買 那第二個呢 我一定會買的就是口內鹽 大家知道口內鹽是什麼嗎 中文就是叫做嘴破嘛 這個我相信大家應該很常買 我真的很推薦 因為我之前在台灣 不知道三不五時呢就嘴破 你連那種吃東西呢都不能好好吃 心情就會很不好 然後他有分這種 這種是貼在那個你傷口裡面的 這種是軟膏 很多種類啦 反正像這樣子 各個像這種塗的也有啊 我相信這個應該很紅啊 就買回去啊 嘴破貼下 因為小孩子有時候也會嘴破啊 他貼下去呢 他就像一個東西保護這樣子 吸住你那個傷口 然後大概一兩天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那個傷口越來越小 這個真的是 非常的推薦 還有像這種 維他命 有點像是B群啊 裡面有什麼C群啊 這種可以輔助 看我之前有一次 最嚴重的是 裡面好像四個 嘴破四個吧 然後我就買這個 買這個 然後買這個 一直用一直用 然後一個禮拜就好 那我個人第三個呢 來到日本一定會買的 就是像這種泡湯祭 或者是這種藥錠祭 因為台灣人可能很少 家裡會有浴缸嘛 但是如果是住日本的話 這基本上一定會有一個浴缸 然後這邊就有很多這種 各種各樣的溫泉 但是要挑選 對的牌子 像這個我就常常 好 它裡面是很棒的 你看像什麼道厚啊 湯圓啊 或者是野澤啊 各個日本的名湯 它都匯聚在一起 而如果不是單純想要泡溫泉的話 像是這種減緩身體的疏解疲勞啊 一些這種肩頸酸痛啊 像這種藥錠劑的也可以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到日本 就是買一個小小的 那如果住飯店的時候呢 晚上要泡個澡 天冷的時候 可以直接使用 那我們現在來到四樓 四樓最主要就是賣PC電腦 還有蘋果的商品 或者是一些電腦的一些周邊東西 不過我覺得大家應該還是 著重於在蘋果 因為電腦本身 台灣的很多品牌呢 就已經很好用了 這區呢 也是我平常工作會使用的東西 像我最近就買這個 16吋的MacBook Pro 是這種顏色的 很漂亮 平常我在桌機剪片的話 我就是用這個iMac 我有兩台 一台是綠的 一台是藍的 剛好就是這兩個顏色 那這台剪起來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啊 那為什麼我買兩台 因為它去年吧 好像剛出新的一台 就是這一台綠色的 我就買了 它剪起來的話 4K的影片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iPhone 15 Pro Max 我現在是用14 Pro Max 全部都是為了攝影而用 我覺得來日本看蘋果 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售價 當然這個手機最好 還是在台灣買會比較好 不過還是價格可以做一個比較 你就知道說台灣大概 就是賣的那種感覺是怎麼樣 我剛剛有問那個副店長啊 就是我們剛不是看很多蘋果商品嗎 能不能退稅 是可以退稅10%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拿就是Coupon 像一些折價券的話 就是不適用 但是是確實是可以退稅 現在來到這一區呢 就是在販賣很多一些電競的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台灣也是很多 不過我覺得既然台灣有的話 就是可以稍微比價一下 這裡還會賣好 好多好多的椅子 這是什麼 冰式AMG 來做一下 哇 好像不錯喔 做起來可以這樣子一直打遊戲 Windows新的遊戲機 哇 現在遊戲機怎麼都進化的這麼厲害 最早大家有玩過那個PSP嗎 現在怎麼各種這種品牌的出來 螢幕就是一個Windows的桌布 如果你想玩遊戲的話 好像就可以直接下載吧 哇 你看這個鍵盤好可愛喔 哒哒哒哒哒哒 像那個打字機的那種觸感 就這種特色的東西呢 我覺得在日本可以多看看 就設計 因為他們設計的東西很強 我們現在來到了五樓 五樓也是一個重點區域 它裡面大部分呢 就是賣家電 因為家電它的大小有大有小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像有些人可能買一些鍋子啊 或者是一些咖啡機也會帶回台灣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主動於價格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台灣一定也有賣嘛 就台灣跟日本賣的售價 到底拿就比較划算 這裡就賣了很多的電鍋喔 電鍋它真的是價格呢 從很便宜到很貴的都有 像我家那個時候 我記得買好像才兩萬塊日幣而已 你看像這個是 十幾萬的電鍋 但是呢 好的電鍋煮出來的米 真的是不一樣 如果你要煮出像日本那種 就口感粒粒分明 然後又好吃的米 電鍋是非常重要的 鹽舞 炊飯 還有白色跟黑色的 你看日本設計就是很好看 大家不覺得嗎 就它是個電鍋 可是它也感覺是一個 可以跟你家裡一些裝飾融合的東西 這台是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 哇這個煮起來 飯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 煮出來的白米應該香噴噴的 它這裡有寫 它這個電壓呢是100V 所以海外使用呢 要自己買這個電壓器 這點也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它的電壓 並不是說 日本所有的這個電器買的 回去台灣都可以用 最近日本那個高齡少子化嘛 所以單身的人也越來越多 他們就演變出一個單身經濟 迷你型的炊飯機 哇這個太可愛了 哇這個一個人這種煮這種小販呢 經濟實惠了 前陣子就是很流行這種烤盤有沒有 打開啊 譬如說上面建個培根啊 香腸啊 蛋啊 都可以耶 會有附一個像這種 Takoyaki 你可以自己做這個章魚燒的烤盤 那我現在來到Dyson的轉圈了 台灣人很喜歡這個品牌對不對 不管是吹風機啊 還是吸塵機 或是電風扇 這邊有三款嘛 其實我不確定說哪一款是最新的 不過大概 報個價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八萬八 十萬 六萬四 所以怎麼算呢 都大概不會超過台幣兩萬吧 就兩萬以下 這個六萬四的話 大概才一萬出頭而已 就有這種Dyson的吸塵器了 而且它是電壓呢 全世界都對應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什麼電壓的轉換 這邊所有的吸塵器 像我後面這裡有很多 都是可以 而如果你想試用的話 就跟他們電影稍微講一聲 就可以 當場試用是OK的 如果你滿意的話 你再決定要不要購買 這邊也有好多台啊 這台是十二萬七千 八萬八 五萬九 五萬 那我現在呢 都比較用這種掃地機器了 掃地機器也是價格的這種 Range很大 我建議大家如果是一開始入手的話呢 其實買大概兩萬塊日幣就可以 像我家那台也是兩萬塊 就滿好少的 它自動呢 就是幫你會偵測家裡的四處的角落 就那種再難的縫縫 它也都可以進去 Dyson的電風扇跟空氣清淨機 九萬三千五 七萬七 大台的還比較便宜 這可以看暗嗎 可以耶 而且它是有一個這種小小遙控了 被使用 這一層樓的話 還有賣很多很多的行李箱 就是各種尺寸都有 日本的話通常旅行的話 他們都是在這種比較小一點的 但是因為大家出國玩嘛 所以至少要找更大的那種裝的東西才夠 價格的話 譬如說像這一咖是兩萬五 我自己的話有一個大的一個小的 然後一個是可以帶上飛機上的 另外一種是29吋很大的 那個的話上次我有PO文 就是大家一起團購 那個卡森的很好用 所以如果還沒買的呢 可以看一下我這個業配的連結 參考一下這個信項 那它真的是非常實惠 裡面可以裝了很多的行李 你出國呢 那個輪子儀又好拉 你就不用擔心說你東西都放不夠 像我上次回台灣的話 就塞了一堆東西 然後全部的大概是20公斤左右 所以就那一咖呢 就可以滿足你所有旅遊的需求 然後我們現在到達六樓 六樓這裡就是賣大型的家庭比較多 譬如說是洗衣機啊 冰箱啊 空調啊 空鏡機啊 然後它還有一區是譬如說廚房的一些裝潢 或是廁所一些裝潢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區就是 他們一進來看到的滾筒式洗衣機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這三台最好的 那價格分別是多少 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三十五萬左右 然後這是三十一萬 這台是三十五萬左右 那這裡有個電子面板 洗衣服乾燥還有清潔裡面 現在就做的很電子化 我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裡面的感覺 乾燥大概七公斤 然後洗衣服是13公斤 如果是一家人的話可能會有點小 就是兩三個人的這個 這個是SHOP SHOP也是三十萬左右 它的造型說的比較不太一樣 它打開是這種感覺 這可能也很難買到台灣 而且它很多的這種操作都是日文的 也是有像這種比較一般的 像我家就是這種 希望什麼時候可以升級 這種滾筒式洗衣機 可以馬上把它烘乾 那這邊的話大概都是十萬以下 就會有一台 當時搬來日本的時候 我也是就是先買這種比較便宜的 大概台幣兩萬塊左右 那牌子也有很多 這邊就是冰箱的地方 這三台是他們賣的最好 第一名是HITACHE 第二名是TOSHIBA 然後第三名呢也是HITACHE的 價格呢 打折22萬 這個呢也是22萬左右就可以買到 你喜歡哪一個 這三個我比較喜歡白色這個 白色這個 難怪賣的最好 然後看一下 哇這可以冰好 我覺得自己家的冰箱好小 可以冰啤酒啊什麼蛋啊 而且這個是什麼 就是冷放這種冷藏肉的地方 它做的收納非常好 然後下面這個地方是22公升的製冰室 這裡有一個東西是可以立馬 好像水下去呢 它冰塊自己就可以在這邊產生了 不像以前不是有一個那種格子 你還要自己裝水 把它丟... 這男生要拿出來 然後男友 然後一直這樣打他 冷凍室 118公升 哇這邊冷藏這種肉也蠻多的 這邊是野菜式 野菜式就放一些蔬果 整體上是 已經是非常好的一個冰箱 奢華的這個三寶介紹完了 當然也要介紹一下平價 也不是說平價啦 就是每個人需求不一樣 它現在就是有一個新生活 忍耐性 譬如說剛來日本留學啊 或者是剛搬家了 其實就蠻適合這種 一般的不要平價一點的電器 你看像這個洗衣機3萬次 就是這個冰箱3萬6 旁邊還有一些東西可以做組合 它現在呢 譬如說2點 可以就是6萬塊 如果5點呢 全部這種家電組合起來 7萬6千塊就可以買到 很划算耶 可能應該就是這5點吧 1 2 3 4 5 冰箱 然後洗衣機 還有微波爐 吸塵器 跟這個煮飯呢 如果是搬家或是留學生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其實我當初剛來日本的時候呢 我也是買這種超級便宜的 用到現在 其實還蠻耐用的 大概2年 但在日本的話就是 這種東西呢 通常都會有一個 配送料 或是設置費 那這裡配送料跟設置費 完全是不用錢的 就是它可以免費幫你送老虎 幫你安裝 你看像這個地方就是 一般日本很標準浴室的一個空間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浴缸 要看那個房子的地方格局 但是通常有的話 應該也是會小小的 像這種浴室的 這種設計的格局呢 從台灣來日本旅遊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買這種東西 但是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說他們這樣子 整體的裝潢 感覺大概是 怎麼樣的費用 像這個地方 它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呢 大概是 90萬裝潢 就可以打露出來 這樣子一個浴室 不能說是非常高級 但是我覺得 以我台灣老家的浴室相比的話呢 當時我看到這個感覺 好像覺得已經是很不錯 最後呢 我們就是來到 Big Camera的7樓 那7樓這個地方呢 就是賣遊戲啊 玩具啊 很多等等的東西 還有一個很特別是 它還有賣電子音樂的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帶小朋友來玩呢 7樓就保密到最後 然後全部掛完之後呢 來到7樓 哇發現怎麼這麼多玩具啊 那小朋友一定是非常的驚喜 這裡玩具也是應有盡有 我覺得可以在Big Camera買 就可以了 因為有些人會去那個百貨公司 譬如說像大碗百貨 裡面有專門一層是買玩具貴的 這Big Camera這裡我的經驗就是比較便宜 你看像這裡就有賣這些 神奇寶貝的公塞 這些都是正版的 不用擔心不會買到盜版 全部都是正版的 這種寶貝球啊 這種遊戲 這TOMICA也是很多台灣的小朋友 很喜歡玩的 上次跟我媽講 我媽說我小時候也是玩TOMICA 現在小孩子也在玩TOMICA 就有說到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說 在日本的並不是每一間店 每一間百貨公司都可以退稅 像我們剛剛去看的那個寶可夢 還有像這些一些小玩具 它如果退稅起來 你買多的話 那個10%金額是蠻嚇人的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遊戲片 跟日本的遊戲片 它的價格好像是差不多的 你看像假設這一片是9000塊 全新的話 大概也是台灣大概1700 1800 但是我建議遊戲呢 還是在台灣買就好 因為有些代理 它還會有繁體中文的 如果在日本的話 除非你想要收藏這種日版 它有時候封面會不一樣 像這個東西 它就限定一個人只能買一個 因為它是 怕有些人會去買 然後去轉賣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不只小孩子的一些玩具 像這種大人收藏的公仔 這裡也有賣 所以爸爸跟小孩可以一起逛 那感覺真的很好 如果是專門收藏的話 可能是去那些專門店 賣會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是單純 譬如說來日本買一個紀念品 或者是送人的話 這裡工材非常多 四驅車 我小時候的一個回憶 現在還有小朋友在玩這個東西 以前我玩那個四驅車 還有整個那種工具組 大家有看過那個暴走兄弟吧 這是日本很紅的那個賽車的漫畫 它裡面就是專門的這種 職業四驅車的賽車手 即使到現今日本 還是有非常多人很著迷 這個四驅車的遊戲 你看這裡都有非常多的零件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在台灣很難買到 而日本做這種模型手作的東西呢 他們材料非常的多 顏料啊 或是這種黏著劑啊 或者是一些特別的這種小小的零件 還有一些貼紙 就是販賣非常多 只能在日本找得到啊 這個包裝真的是很厲害耶 你看 你拿這麼 這麼漂亮的一個包裝回去 然後給小孩子看到 小孩子不瘋采罐 以前我爸媽也是會買 像這種比如說戰隊的模型啊 就是很大的一盒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一區也是七樓的文具 文具我覺得也是來到日本的 可以稍微逛一下 因為日本就是文具大國 不管是自動筆啊 或是簽字筆啊 或者是一些水彩啊 藝術外用的東西 筆記本 卡片 就賣的非常的多 我現在用的那個筆 也是好久以前在日本買到的 還有一支好筆很重要 雖然它單價會比較貴一點 像這些毛筆啊 大鎧的啊 或是一些水彩筆 就是藝術類會用到的 寫書法會用到的 色鉗筆 販賣的也非常多 這裡也有 Panasonic的吹風機 吹起來 那個觸感不錯啊 它這邊還可以調 就冷風熱風 那種強弱度 一樓這區還有賣巧大車 這是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這台是四萬塊 它感覺比較像是那種 戶外健行的 一般如果在日本買 就是前面有那種菜籃的車 有些它是電動的 就下面會裝一個電池 你在騎的時候呢 它那個電會幫你加速力道 所以騎的會非常輕鬆 特別是在大阪 因為大阪就是那個坡道很多 所以在外面騎巧大車通常都是會買這種電動型的 日本像這種美顏的機器非常多 那這種美顏的機器呢 就最好就是要買 有牌子認證的會比較好 因為它其實某方面也算是有點那種醫美機器 譬如說像保護你的皮膚啊 或者是做一些這種蒸氣療法 那今天呢 就帶大家來逛 比卡美拉難波店 從一樓逛到七樓 真的是各式各樣的東西就有 剛忘記稍微說一個 就是小小的 算是小建議啦 如果大家在逛樓層的話 譬如說你在三樓買的東西嘛 它的結帳呢 就是在三樓 就是不要說 譬如說我在五樓拿的東西呢 我跑去二樓這邊結帳 就你在哪一層樓拿東西 你就在哪一層樓這樣子買就對了 那這個地方我會很推薦的原因 是因為就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樂過之後呢 有機會我再介紹一下給大家 在日本還有其他怎麼樣的一些販賣店啊 裡面賣著一些怎麼樣的東西 如果來到大阪玩呢 千萬不要錯過來逛這些 比卡美拉難波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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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